小S他日前在Netflix的影集 此时此刻和吴康仁大尺度的演出激情的床戏 那他的劳工许雅君不仅大力支持他 而且还让他在开拍期间 外宿饭店12天来培养情绪 不过他的劳工似乎好像行程也是蛮忙的 因为他最近就被周刊CT1捕获到了 他和中信啦啦队PASSION SISTER的女神 陈伯伯等友人来聚餐 而且结束之后同批人马还连跑了 两摊夜店来酗旧 体力是相当惊人 艺人小S近期才在戏剧中 与吴康仁演出激情床戏 劳工许雅君竟也不遑多让 一个晚上与啦啦队女神 连跑两间夜店 我现在新老公感觉有不一样 没有新老公啊 还是有啦 真的没有 根据CT1报导 小S劳工许雅君日前和一群友人 在台北聚餐 仔细一看其中一名短发 正妹就是啦啦队PASSION SISTERS成员 陈伯伯 结束聚餐后 旭亚君和陈伯伯分别坐两台车 运游人们一起到夜店续托 一个多小时后 时间来到11点20 旭亚君走出夜店 脸上多了口罩 又坐车前往另一家夜店 过了一会儿 陈伯伯等人也离开 跟着去了另一家夜店 两匹人马故意错 开时间又特意换车 似乎是不想引人注目 不过旭亚君已经50多岁 还能一个晚上连跑两家夜店 看起来体力还是相当好 虽然他过往花边传闻不断 但小S似乎一点也不受影响 旭亚君也支持他出演床戏 看得出来夫妻俩给对方非常大的空间 对此一提五间新闻记者 私讯小S机陈伯伯求证 但这件告纤尚未取得回应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艺人海伦青桃 他因为外形甜美 再加上火辣身材 有着越南林志玲的称号 不过近年来他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而是积极投入在副业当中 不过他先前才因为靠APP 来卷款上亿元 如今他又被爆出以3D列印的技术 来制作公仔为名 找代理商加盟 但是收了加盟金之后 却不提供机器引发了争议 根据镜周刊报道 海伦青桃与另一半黄景玉 创办了法斗文创有限公司 就了解两人混得有声有色 在社群中可以看到 他们经常穿着名牌开着豪车 不过如今他们遭到爆料 以3D列印制作公仔事业 吸引代理商加盟 更超人只需要一间厕所大的店面 里面也只需要一间的更衣室 以及一组沙发即可 但是海伦青桃 却要收取40万元以上的加盟金 而且没有提供制作公仔的机器设备 只给了一台扫描机 还要向代理商产品抽成 让不少人认为相当不合理 在演艺圈同样是充满争议的人物 就是大陆男性吴亦凡 他在2021年的时候 被网美都美族指控了性侵未成年的少女 那他一审的时候是被判了13年的有期徒刑 外加驱逐出境 那目前的二审官司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昨天却惊传了一个震撼弹 就是有人爆料吴亦凡其实是被冤枉的 就是都美族的携手他出面爆料 他说两个人一开始其实就是在谈恋爱 只是因为都美族后来勒索不成 所以索性把合议性交掰成了性侵 而且八名的未成年受害女性 也都是凭空瞎掰的 让案情陷入了大逆转 也在微博投下了震撼单 他可能就是刷到我了 他就跟那个他的那个女经纪人说 去把他弄来啊 大陆男性吴亦凡2021年被网红都美族控告 设举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 衣扇被判刑13年 大21日却传出 吴亦凡其实是被冤枉 一切都是都美族在瞎掰 如果我们打完毕举 什么都不瞎掰 但是我们手里的又没有说 特别特别实在的那种状态 今年2月都美族的携手兼闺蜜李恩就曾公开两人录音党爆料 都美族当时是想要吴亦凡一笔钱 结果勒索不成便要毁了对方 虽然都美族立刻发文否认 但21日李恩再度发文控诉 当时都美族蹭上吴亦凡就是想要一戏成名 没想到却赚不到钱 才编造了八个少女受害的故事 想敲诈吴亦凡800万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3500万元 结果吴亦凡不给 都美族便直接将两人合一性交说成性侵 又狂称吴亦凡性侵少女 要让吴亦凡再也无法翻身 但都美族曾亲口说 吴亦凡没有性侵未胜年 李恩也有录音为证 另一名都美族的携手徐某 某士林也同步发文 说都美族当年满口谎言 陷害吴亦凡入狱 必须要吴亦凡死 因为他不死 都美族就得因为诈欺禁取关十年 更有人翻出法院判决 上面也确实没有提到 吴亦凡性侵未成年 似乎坐视了都美族在说谎 让不少网友相当震惊 对此都美族直接告歉都尚未回应 真情案件任由带大陆相关单位 调查理清 拉拉队女神吴亦轩日前自爆 和交往了五年的男友 Rex已经分手了 但是他却不愿意多谈 分手之后的时间点以及细节 那么根据了解 吴亦轩他是身为 终植乐天桃园拉拉队员 爱于球团的靖艾莉 他之前是很少在公开场合 谈到男友以及恋情的 不过这也导致他的感情是原地打转 影响了交往 疑似因此被男方提分手 十分难过 根据《镜周刊》报道 吴亦轩以嘻哈团体 Black Mind黑色势力的成员Rex 交往了五年 两人曾经被媒体拍到 在大街上约会 甚至有过亲密的举动 2021年 小两口大方认爱 男友多次在IG上放闪照 没想到因此犯了 球队敬爱令的大忌 吴亦轩虽然身为公众人物 但是对这段恋情相当保护 然而他规划的感情时间表 与男友Rex的期望有着很大的落差 导致感情原地打转 更疑似因此被男方提分手 让他心碎难过 周刊囚证吴亦轩本人 是否因为球队的敬爱力 导致被分手 他则表示 现在心情调试的还可以 目前要专注在工作上 谢谢关心 好 接下来为大家查播一则最新消息 现在蓝白河濒临破局了 那两位的动向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就有人发现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近日数次密会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让外界非常好奇 就是郭台铭还有搭档赖佩霞 两个人是否会参选到底 而对此郭敬办今天临时发布了采访通知 指出赖佩霞下午1点的时候 将会赴中选会领表 并且会在现场发布简短的声明 那到时候也请大家随时锁定 我们ETtoday新闻云 好 再来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SBL的玉龙对球员涉嫌打假球 盛林地点数17号的时候 就指挥刑事局 大动作搜索球员的住处 而据了解球员们在前一天 在晚餐的时候 时间不过因为隔天他们还要练球 他们就大肆的饮酒 一群人喝到茫茫的 导致检警在搜索的时候 为了等其中的一名球员酒醒出门 延误了首网时间 据了解16日晚上 球员们与北市某餐厅聚餐 一伙不顾隔天下午还要练球 几乎到场的大家都有小酌 唯独班爸因为要去淡水找女朋友 因此滴酒未沾 然而17日检警投入了近60名的人力 近通力来合作采取盯人的方式 严密地掌控各球员的行动 本来一切都顺顺利利 预计中午前就结束搜索 没有想到上一季的MVP柯敏豪 疑似是前一晚喝太多了 10至下午1点左右才睡眼惺忪地从家里走出来 监警也火速持搜索票走向他面前 柯敏豪当场吓了一大跳 顿时睡意全销配合调查 SBL假球风暴扩大 球星吴敬颖遭近周刊踢报 长期配合地下组投打假球以及迁赌之后 检方将吴敬颖约谈到案 并且扣押了他的手机 那么检警深入调查之后就发现 吴敬颖以及他的队友 今年年度MVP的柯敏豪 经常传讯息给另一名小咖球员 严文佐 而且内容竟然是发钱的名单 以及金额 那么因此检警不排除 发动第二波的搜索约谈 届时打假球风暴 恐怕会遍及SBL全联盟 根据《镜周刊》报道 检警深入追查吴敬颖 堪比死亡笔记本的死亡手机 发现配合打假球的球员 每场约能拿到 约3000至5000元不等的酬劳 而且许多球员还向 吴敬颖柯敏豪传讯息下注 检警在根据这些证据 循现查出整个打假球的组织架构 以及场次 并发动搜索 其中赌最大的当属吴敬颖 他透过大学同学秋婷玉 以及当时的女友黄品轩下注 单一个球季下注金额就高达 两三千万元 由于需要的资金相当的庞大 为了能够快速赚钱 他还会向朋友张小涕借钱当赌资 并用张小涕的账户汇存押注的赌金 施林地检署17日以设犯赌博罪 御令张小涕秋婷玉 以及黄品轩 各以3万元 6万元 以及10万元交保 好 现在呢 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泯灭人心的台版柬埔寨 求职诈骗案的后续 当时诈骗案一居有震惊全台 他们拘禁61人 造成了三人死亡 而诈骗金额高达4亿元 那么主要干部的S姐 傅于令 以及查董 陈华伟等29人 被依法起诉 那么全案呢 经过士林地院近一年的审理 今天上午判决也已经出炉 全案经由士林地检署 抽丝剥茧侦办 去年12月17日火速征结 将主要的干部 绰号陈伟华 以及图世红 和大姐傅于令等29人起诉 并且对傅于令 陈华伟求处无期徒刑 而其余的干部 求处25年 士林地院经过329天的密集开庭 胜利29人 总罪数超过1万罪 而今天宣判 赋予令 陈华伟均判处无期徒刑 赤夺公权众生 接下来您看到这位 他是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的首席执行长赵长鹏 那么他预计在22日宣布辞职 并且承认他违反了 美国刑事规定洗钱 而币安将要支付超过 40亿美元的罚款 来维持币安的营运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赵长鹏拥有的币安公司 承认刑事指控 并同意支付 大约新台币1349亿元的罚款 最了解 美国司法部对币安的调查 已经长达一年之久 涉及洗钱 银行诈欺 违反制裁等多项刑事指控 事实上 币安美国早已近乎停止营运 不仅高层纷纷出走 今年初更裁掉了一大批员工 全力应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以控制风险 如果双方在这次的协商中达成共识 美国司法部可能将允许赵长鹏 保留他在币安的多数股权 但他不能担任公司的高届主管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彰化 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有一台黑色的BMW自小客车 与幼儿园娃娃车发生了碰撞 疑似是因为视觉的死角遮蔽所造成 而共有15人受伤 其中有两名女童因为头骨骨折 还有颜面撕裂伤都转送到了医院 那么车祸的肇事原因 仍有待警方厘清当中 经常小朋友有没有惊吓得很重 一定是有啊 我都去到现场我都吓到了 对啊 是小朋友 没有哭声 跑出来紧急协助抢救 该辆娃娃车上总计13人受伤 包含6名男童5名女童 一级一名诚信司机 一名老师 娃娃车上13人送往二级医院 其中2名女童伤势严重 转张及医院治疗 黑车驾驶无奈宇乘客 被送往云基医院治疗 总计15人受伤 发生的当下 恶灵基督教医院马上启动 大量伤患的处置 那马上通报总院有两位 比较严重的小朋友 分别都有颅骨骨折 以及颜面撕裂伤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街道通报的时候 马上启动我们整个体系医院的 外伤绿色隧道 我们马上把家户病房 以及开刀房全部准备好 那目前送到张基的这两位 一位是两岁的小朋友 一位是五岁 那分别都有颅骨骨折 那其中还有一个有颜面撕裂伤 那目前经过初步诊试之后 颅骨骨折的部分 要送胶病房 没有立即手术的危险 但是后续还是要观察 12到48小时 那至于颜面撕裂伤的部分 因为都是小女生 所以这个我们会特别注意 我们会请整形外科 做一个妥善的评估 希望将来可以不要在脸上留下疤 双方九侧经纬林 肇事原因 警方仍在调查厘清中